這是108年的新竹縣社區規劃室的計劃 那這個計劃最大的意義就是 我們荷山鄉地區的社區規劃室 跟我們內灣國小合作 要打造一個生態綠廊 那尤其是這一條路是怎麼內灣國小的同學步道 這樣走進去就是內灣國小 那在更早之前 它就是一個荒煙漫長 以及更重要的是 還有一些居民為了省事 撒了很多除草劑 所以我們社會是在做環境調查 就發現這邊這一片 每個孩子會經過路 竟然充滿了除草劑 那我們希望說能夠認養這一塊台鐵的地 然後把它變成一塊綠梅化的地 然後再加上內灣其實有非常多的蝴蝶 那我們希望能夠把內灣的生態 蝴蝶生態移到這邊來 所以我們整條路會做一個蝴蝶的廊道 然後做一個蝴蝶的食物 然後讓蝴蝶能夠慢慢的飛過來 然後變成一個沒有除草劑的一些傷害的路 六種植物 分佈到這兩個 蝴蝶 那廊道的呢 就是我們在這個軟質氣池的時候 能夠把它做出一個那個廊道的一個感覺出來 然後我們目前的那個綠地啊 那個我們也希望說能夠跟那個 我們鐵道路的一個生態啊 能夠做一個結合 那我們的那個鐵道路這邊有一個轉盤 它也能夠跟這邊的一個褲地啊 能夠做一個結合 那是那個靈道路的那個 但是我們在這個上面 它就不會做一個小黃色的 就像一個小黃色的一個 然後我們有一個大小黃色的 但是我們有一個大小黃色的 那是一個小黃色的